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我父神 我们以前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只能去永远的地狱 但是您先寻找我们 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的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 也感谢神给我们救恩 把我们引导到神的教会当中 而且赐予我们圣灵 引导我们所有的人生 感谢您赐予我们的这一切 我们非常软弱 我们不知道应该做什么 要去哪里 但是圣灵引导我们 告诉我们神指明我们的道路 希望我们在所有的生活当中 可以以神为我们的磐石和根基 而且把神作为我们生活的主人 从而过一个恰当的基督徒的生活 以神的宝血所得救的我们巴黎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不光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 希望我们都以神的荣耀为方向 而且也希望神倾听我们所祷告的所有的内容 神赐予我们很多灵魂 让我们可以给他传播 给他们传播神的福音 希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用神的智慧 以神的能力去传福音 虽然有很多的反对和反抗 但是希望我们可以依靠神来克服这些困难 因为现在的冠状病毒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也希望神添加于我们肉身所需的一切 从而在平安当中可以更好地去侍奉神 因为这样的困难 我们周围的很多人 也在困难当中 全世界因为冠状病毒 在面对经济上的困难 希望神保护我们每个得救的弟兄姊妹 让全世界的弟兄姊妹 可以在神的帮助之下 可以克服这些困难 也希望神给我们添加物质上的祝福 希望我们所有的人 在神的面前享受平安 从而可以从内心去赞扬神 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远处通过网络 在倾听神的话语 虽然因为距离远 我们不能见面 但感谢神通过网络赐予我们神的话语 从而让我们一起分享神的恩惠 希望在远处的弟兄姊妹 在各自的地方传播神的福音 在各自的地方可以建立神的教会 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又聚集在了神的话语面前 希望我们不光听到 而是把听得到实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从而受到神的祝福 以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我们一起看一下 路加福音的六章 路加福音的六章 六章的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 路加福音六章 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 今天本文的道呢 是路加福音六章的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 希望大家能在这里做个记号 我们要因为回来经常找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本文 四十六节到四十九节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守我的话情呢 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了 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的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大发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在磐石上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上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 随机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我们在这里呢 做个记号 这是今天的本文 神呢 在圣经里呢 告诉我们 把房子呢 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所以呢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就以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这样的主题目呢 来一起思考圣经 这世上的人呢 他们说呢 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信仰的房子 他们说呢 即使是要造这样的一个信仰房子呢 随便在哪里 找一个好的地方呢 建了呢 就好了 也就是说 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呢 盖房子就可以了 特别是在 最后的时期呢 宗教呢 会 统一 最近呢 天主教的神父呢 到这个佛教的这个佛堂呢 去祭拜 而且呢 在那里呢 去传这个圣经 而且呢 佛教的僧人呢 也到这个 教堂呢 去讲佛经 同样呢 基督教的一些牧师呢 也到这个佛堂呢 去讲圣经 所以说呢 最后时期这种宗教的 这种统一呢 是人们之间呢 互相呢 去兼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但是呢 这些 通融呢 它并不是神的允许之下 我觉得呢 这个呢 是敌基督呢 在诱惑这世上所有的人 因为这世上的人呢 看到这种宗教的统一呢 都会竖这种大拇指 说这才是真正的宗教 我觉得这是敌基督最大的一个诡计 而且呢 魔鬼呢 在背后呢 在操纵这一切 神呢 在告诉我们 把房子呢 建立在磐石之上 也就是说 把根基呢 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这样的话呢 房子呢 就不能动摇 我们想一下 如果呢 想建立一个 结实的根基的话呢 要把地呢 挖得深 而且呢 把这个根基呢 建立在这个磐石上 这个计划的意思呢 我们首先呢 要深深的去懂得这个 罪的这种严重性 很多人说 世上所有的人呢 都在犯罪 所以呢 这个罪呢 并不很严重 这个呢 是不可以的 我们首先呢 要深深的去懂得这个罪 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呢 深深的挖地 圣灵呢 把光明呢 照在我们的心里 这时候呢 我们就能懂得 自己的一个 罪人的一个状态 人们呢 在这种 这种 灯亮的地方呢 就是在灯光之下呢 就是看不到这个灰尘 但是呢 阳光照射进来的时候呢 就是亮光照射进来的时候呢 呃 就可以看到这些灰尘 就像神呢 用神的话语呢 照亮我们的心 从而让我们 懂得这个 自己的罪 而且呢 让我们懂得 每个人 因为我们的罪呢 只能去永远的 地狱 如果一个人呢 他懂得了自己的罪 这样的话呢 对我们需要的呢 就是为了得到 确实的生命呢 而悔改 一个人懂得 最越 自己的罪 越深呢 他在神的面前的悔改呢 也会越深 所以说呢 一个人如果知道 自己要去地狱 他呢 就会在神的面前呢 有一个悔改的心 所以说呢 信仰的基础呢 就是懂得罪 和悔改 这个自己的罪 所以呢 就像这里所说的呢 深深的 挖地呢 这个是最重要的 而且呢 在最悔改的时候呢 这个根基呢 要放在这个磐石上 并不是说 用知识层面的 懂得这种赎罪 我们的救恩呢 就是得到 永远罪的赦免 从而呢 接收耶稣基督 所以换另一句话说呢 也就是懂得自己的罪 从而呢 回到神的面前 在这里呢 我们信仰的根基呢 就是耶稣基督 要把耶稣基督呢 作为主呢 用心理呢 来接收 这样的话呢 耶稣基督呢 就会成为我们 心的磐石 和能力的磐石 神告诉我们 首先挖好这种根基 然后呢 再去造这个房子 所以呢 我们的房子呢 要建立在 这种磐石上 从概括的话呢 也就说 首先呢 懂得我们的罪 然后呢 悔改自己的罪 然后呢 以永远的数字为根基呢 把根呢 扎在神的 耶稣基督的上面 这个呢 就是一个信仰生活的开始 如果一个人 确实得救了 他的 他就会显现出 这个得救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 我们的信仰呢 要深深的呢 把根呢 扎在这个磐石上 这一点呢 我们要 非常重视 可能有些人呢 自己的信仰根基呢 非常浅 但是呢 自己却不知道 第48节呢 我们刚才这个 路加福音六章的第48节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的挖地 把根基在磐石上 到发达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不能动摇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这句话呢 就说 如果呢 把根呢 扎在这个 耶稣基督的这个磐石上的话呢 即使有困难呢 我们也不会跌倒 耶稣基督呢 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磐石 根基 我们的人生呢 需要这样的一个磐石的基础 坚固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人呢 是非常软弱的 他不能成为这种磐石的这种坚硬的根基 一个人呢 不能让自己多活一天 或者是让自己的头发呢 多长一寸 所以呢 我们人呢 不能成为一个根基 有些人呢 说 信神呢 不如信我的拳头 这个呢 是在神的面前的一种傲慢 人呢 都是软弱的 过了一阵呢 就会死去 就像圣经里所说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雅各书四章十四节呢 说 你们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 也就是说 人呢 是软弱的 他不知道明天呢 在自己的身上呢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故 或者是 得什么样的病 或者呢 就像现在一样呢 就是患上这种冠状病毒呢 而失去生命 所以呢 神呢 告诉我们 你们的生命呢 是什么 就像消散的一个云雾一样 人呢 人生呢 就像雾一样啊 在过了短篆的时期以后呢 就会消散 圣经呢 告诉我们 我们的人生呢 就像一个手指那样宽 耶稣呢 成为我们永远的磐石 而且呢 耶稣呢 是永远的神 祂是永远存在的 他在神和人之间呢 作为中宝呢 成为了永远的祭祀 和永远的中宝 所以呢 以神为磐石 以耶稣为磐石 以圣经和永远的福音 为根基的这样的人呢 是有福的人 除了耶稣基督以外 依靠别的这种磐石和根基的 这样的人呢 他都会倒塌 我们再 我们看一下 申明记三十二章 申明记的三十二章 申明记三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 申明记三十二章的第三十一节 据我们的仇敌自己判定 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 你看这里呢 有一个仇敌的一个磐石和我们的磐石 我们的磐石呢 是耶和华神 但是呢 我们的仇人呢 也有磐石 可能是偶像 或者是钱财 很多很多 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所以呢 第一句说 据我们仇敌自己的判断 我们再看一下二十九节 为愿他们有智慧 能明白这事 肯思念他们的结局 也就是说 只要稍微想一下的话呢 就能知道 别的东西呢 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根基 第三十节 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 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 一人 若能追赶他们千人 两人 若能使万人逃跑呢 一人 若能追赶他们一 他们千人 两人 若能使万人逃跑 然后呢 看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我们可以去思考 所以呢 三十一节说 据我们仇敌自己判定 他们的磐石 不如我们的磐石 也就是说 敌人呢 也知道 但是呢 即使知道呢 他们还去依靠别的东西 不依靠这个 以后华神 有很多人呢 以偶像呢 为自己的磐石 特别是那些 所谓的这些 有知识的人 或者是有文化的人 比如说一个科学家 他们的根基呢 是进化论 世界上呢 很多人呢 以进化论呢 为根基 他们的性呢 是一种盲性 科学呢 并不是一个确实的东西 而是一种概率上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他们却追寻这种 概率的这种根基 他们以无神论呢 为磐石 比如说 像卡尔马克斯 尼克尔 现在也有很多人呢 跟随这样的一个无神论 或者呢 以现实主义为根基 以前呢 以色列人当中呢 有一个 萨都该人 他们说呢 没有灵魂 也没有天使 也没有来世 也没有永远的世界 他们呢 这样相信 现在呢 也有很多这种 像萨都该人这样的人 他们说 人生呢 最重要 我们不用去想来世 当然呢 这今世呢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努力的去生活 但是呢 他们错在哪里呢 是错在今生重要 不用去关心这种来世 这个呢 是错误的 对我们来说呢 今世呢 也是重要的 但是来世呢 更重要 如果呢 有来世的话呢 他们的后果呢 就会非常严重 那些主张死亡是结束的 那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也有很多人呢 依靠的是萨丹 他们崇拜这种萨丹 比如说禁欲主义者 他们为了主张自己的这个信仰 他们呢 在别人面前呢 装出一种圣洁的样子 从而呢 禁食或者呢 禁欲 显现给别人看 他们呢 是以自己的努力为根基 他们并不以主耶稣的宝血为根基 这几点呢 我们要非常分明的去区别 有些人呢 他说呢 自己呢 看了幻想 但是他们所依靠的呢 是自己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幻想 他们说呢 自己看到了一个闪闪发光的一个十字架 所以说呢 他们呢 以这种幻想呢 为根基去信神 有人说呢 玛利亚像呢 他流了这种血的眼泪 这个呢 并不能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 这些人呢 都在追寻这种幻想 或者是偶像 比如说 有人说呢 看到偶像呢 歪曲了这个45度 但不跌倒 所以呢 看到这样的一个奇迹以后呢 他们去崇拜和依靠这种奇迹 因为魔鬼呢 也可以给我们看这种神迹 他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呢 他呢 把世界万象呢 摆在了耶稣面前 让他去选择 但很多人呢 去依靠这种幻想 也有一些人呢 抓住的是金钱 权力 和自己的知识 也有不少人呢 以自己为磐石 他说 只能依靠自己 也有一些人呢 崇拜这世上的这种英雄 特别是像政治界呢 他们崇拜的是 有这种影响力的这种领导者 他们抓住这种领导者 跟随他们 他们在崇拜的呢 是英雄 古代的人呢 去崇拜皇帝和王 但这所有的一切人呢 神在警告我们 如果今天晚上呢 取走他们的灵魂 这样的话呢 他们所依靠的磐石呢 是腐烂的 是要倒塌的 他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 就会惊慌 没有磐石 但是呢 懂得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已经晚了 他们只能慌张 这个马丁路德呢 他并没有依靠天主教 而是呢 依靠的是主耶稣 他呢 经历了很多困难和危机 但是呢 他所依靠的根基呢 是耶稣基督 所以呢 并没有被击倒 他做得非常好 因为耶稣基督呢 成为了我们救恩的磐石 我们看一下 生命第32章的第15节 但耶稣伦渐渐肥胖 粗壮光润 踢跳 奔跑 便离弃造他的神 轻看救他的磐石 在这里呢 就是说 把这个救他的磐石 说神呢 是救他的 救他们的磐石 我们再看一下第18节 第18节 你轻忽生你的磐石 忘记禅你的神 你看这里说呢 你轻忽生你的磐石 而且呢 忘记了禅你的神 神是造我们的磐石 基督呢 同样也是一个救恩的磐石 圣经上呢 说 神呢 是我们救恩的这个磐石 神呢 是生我们 缠我们的磐石 诗篇记者呢 这样说 救恩的磐石 对于这个救恩的磐石 我们要抱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我们看一下诗篇的第95篇 诗篇的第95篇 诗篇95篇第一节 第一节和第二节 诗篇95篇 来呀 首先呢 你看 让我们过来 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 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 用诗歌 向他欢呼 我们救恩的磐石 耶和华呢 我们要感谢他 用诗歌 向他欢呼 而且呢 我们呢 要走向神 并不是停在原地 我们为什么要走到神的面前呢 第三节 因耶和华为大神 为大王 超乎万神之上 也就说 全宇宙呢 没有比神更大的 第四节 地的深处 在他手中 山的高峰也属他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 汉地也是他手所造的 也就说 在地的深处 山的高峰 海洋 汉地 所有的天 这一切呢 都是神所创造的 现在呢 也是由神呢 来保存这一切 第六节 来呀 我们要屈身敬拜 在照我们的 耶和华面前 跪下 也就说 所有的人应该来到 神的面前 神在邀请我们 所以呢 我们要走向神的面前 屈身敬拜 在照我们的 耶和华前 跪下 我们呢 要在神的面前呢 跪下 从而呢 去敬拜神 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喜悦神 歌唱神 跪西向神敬拜的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他的理由呢 记录在第七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第七节 因为 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是他牧场 草场上的羊 是他手下的民 为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在第一节呢 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也就是说 神呢 是我们救恩的磐石 在给我们救恩以后呢 成为我们的神 从而养育我们 我们呢 是神手下的羊 神呢 是我们的牧者 羊有一个特性呢 他呢 不能看远处 他的视力呢 是近视 他只能看到近的地方 但是羊呢 做得非常好的呢 就是他可以分辨 自己牧者的声音 他可以正确的分辨 他可以正确的分辨这个牧者的声音 我们作为神的羊呢 要听这个牧者的声音 只有这样呢 我们才可以过得平安 诗篇的二十三篇呢 这样告诉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 神呢 成为我们的牧者 和跟随牧者的羊呢 他没有缺乏的 虽然现在呢 有困难 而且呢 无法看到远处的水源 但是呢 羊呢 不会惊慌 为什么呢 因为救我们的神呢 在前边 在引导我们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 我们从心里去相信这一切 所以呢 跟随神的声音 然后呢 跟着他 如果我们跟随他的话呢 神呢 就会把我们 引导到这个安息的水边 因为我们信这个东西 所以呢 虽然现在有很多困难 但是呢 我们不至缺乏 第三节呢 他说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异路 也就说 神与我们同在 在引导我们 而且呢 我们永远居住在 耶和华的这种殿中 第六节 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所以呢 虽然现在有很多困难 就像第四节所说的一样 我虽然 呃 行过死因的幽谷 也不遭害 也就说 虽然我在困难当中 但是呢 我依靠这个神 所以呢 神的杖和神的感呢 都在安慰我 这个就是诗篇二十三篇 的第四节 神呢 最终呢 会赐予我们胜利 而且呢 打败我们的仇敌 而且在仇敌面前呢 给我摆设宴席 你用油高了我的头 使我福杯满意 所以呢 我们要去依靠我们救恩的磐石和引导我们的神 要听好他的声音 诗篇的这种九十五篇的记者呢 也告诉我们 不要让我们的心呢 变成僵硬 诗篇九十五篇第八节 你们不可硬着心 像当日在米利巴 就是在旷野的马萨 也就是说 神告诉我们 不要硬着心 而且呢 说到了这个 提到了这个 当日的米利巴 就是旷野的马萨 他们在米利巴和马萨 做了什么呢 第九节 那时 你们的祖宗 是我 叹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也就说 你们的祖宗呢 是我 叹我 谁呢 敢叹神 而且呢 是神呢 但是呢 非常可惜 从埃及里 神所引领来的 以色列百姓呢 他看到了这种神迹 而且经历了神的救恩 但是呢 他们却试探神 试探 所以呢 在第九节说 那时 您的祖宗 是我 叹我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他们在试探 神是不是真正的和 以色列人在一起 他们在这样试探 我们在这里呢 做个记号 我们看一下 出埃及记的第17章 出埃及记第10 我们在诗篇的95篇呢 做个记号 然后呢 出埃及记17章的第7节 出埃及记17章的第7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第7节 他给我那地方起名叫马萨 又叫米利巴 因以色列人争闹 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 也就是说 他们试探耶和华 也就是说 耶和华是在我们的中间不是 也就是说 因为用肉眼看不到 他们不相信 他们要试探耶和华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真神 也就是说 如果神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这种旷野 他们这样争闹 也就是说 他们看到了救恩的磐石 他们看到了 红海呢 被劈开 是这样的人 但是呢 他们忘记了救恩和神的 救恩的能力和神爱的能力 他们呢 怀疑神 现在也是有很多人 如果神真正和我们在一起 我为什么要面对这样的困难 因为我有困难 神没有和我在一起 这样呢 去试探神 这个呢 是在神的面前非常大的一个罪 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以前呢 试探神的这样的以色列人呢 在旷野四十年呢 都死了 我们再回到诗篇的九十五篇 九十五篇的第十节 四十年之久 我厌烦那时代 说 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 静不晓得我的作为 所以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也就是说 这些人呢 在旷野里呢 都死去了 第十节 四十年之久 我厌烦那时代 也就是说 以色列的这个 出埃及的所有的人 除了两个人以外呢 都死在这种旷野 而且呢 神呢 说 在那里呢 厌烦他们 神呢 是给我们救恩的神 和我们在一起的神 而且用他的圣灵呢 引导我们每个人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呢 不要硬着心 就像这里所说的一样 我们当想到 神给我们的救恩 我们呢 应该在所有的事情上 感谢神 感激神 这是恰当的 虽然呢 有时候呢 会经历人生的困难 有时候也会有悲哀 但是呢 当我们想到救恩的磐石 当我们想到赐予我们天国的这个神 我们就可以去感激神 我们不能像这些人一样呢 去埋怨神 在人生当中 我们要越过很多很多的高山 会有这样的时候 在那时候呢 我们不要怀疑像以色列人一样 神是不是真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不能有这样愚蠢的心 而且不能去这样试探神 神是我们救恩的磐石 同样呢 在我人生当中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呢 我们要彻底的去依靠神 我们想一下 一张保纸 它呢 浸在水中 它呢 被水浸湿呢 它就会被撕裂 但是呢 如果这个保纸呢 有一个秘诀 变得非常坚硬 也就是说 它自己在一起的时候呢 会撕裂 但是把它贴在这种玻璃上 或者是这种坚硬的这种水泥地上 也就是说 用胶水呢 把它呢 涂在这个墙上 这样的话呢 这个墙纸呢 就不会被撕裂 箴言三十章呢 二十六节呢 这样说 这里呢 有四个非常弱 但是坚硬的 这里呢 说 沙潘是软弱之类 但它为什么有智慧呢 因为它们把房子呢 却在磐石中造房 也就是说 把磐石呢 作为自己躲避的 这样的一个房子 所以说呢 虽然是软弱的 这个沙潘 却是有智慧的 我们人生的避难所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 只有一位 我们的避难所呢 就是耶稣基督 同样呢 神是我们能力的磐石 我们看一下 以赛亚书第十七章 以赛亚书十七章 第十节 以赛亚书十七章的第十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 第十节 因你忘记救你的神 不纪念能力的磐石 所以你栽上加美的树秧子 查上异样的栽子 在这里呢 说 忘记了救你的神 不纪念能力的磐石 所以呢 神是救恩的磐石 同样也是我们能力的磐石 也就是说生活当中的磐石 神呢 告诉以色列这些百姓 以色列的历史呢 是奇迹的历史 他们呢 从埃及出来呢 是因为神的能力 他们通过旷野呢 同样也是依靠神的力量 他们呢 用神的能力征服了迦南地 神呢 让他们打胜了这个迦南地的敌人 但是非常可爱 他们没有去依靠 或者是忘记了这个能力的磐石 所以呢 在人类历史上 以色列人的历史呢 是非常的 这种 呃 凄惨的 耶稣基督呢 是我们能力的磐石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从撒旦的权势当中呢 神用他的能力呢 救了我们 把我们从地狱当中的拉了下来 给我们信仰生活注入活力的也是神 我们在困难和患难当中 我们在困难当中可以战胜这一切 是因为神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我们想一下 我们用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做释放吗 我们要记起 让我们可以去做释放的是神 神赐于我们这样的能力为神去做释放 同样呢 神呢 让我们去抵抗这种死亡的权势 能力的磐石呢 别人都倒下 但是依靠磐石的人呢 都会站起来 保罗使徒的一生呢 是有能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依靠的是耶稣基督 以耶稣基督为能力的磐石 所以呢 在监狱当中呢 他可以去赞美神 圣经呢 说在赐于我能力的这个磐石上 我可以做所有的一切 所以呢 神通过保罗使徒呢 成就了所有的一切 同样这样的神呢 在我们的心里 神呢 是灵 有神灵在的地方 自有自由 神呢 在我们当中 然后呢 我们呢 生活呢 就会改变 我们的人生也会改变 我们周围的人呢 也会看到我们的行为而改变 通过我们呢 神的能力呢 来显现出来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呢 要把能力的源泉呢 以神 神为能力的源泉 我们信仰的根本呢 就是我们的神 耶稣基督 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力量 力量的源泉呢 是主耶稣 我们的主人呢 是救恩的磐石 同时呢 也是我们想望的磐石 救恩呢 是来自于神 我们的想望呢 也是来自于神 我们看一下诗篇的62篇 诗篇的第62篇 诗篇的第62篇 一节和二节 五节和六节 七节 一二五六七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唯独它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它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很动摇 第五节 我的心呢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 是从它而来 唯独它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它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动摇 我的拯救 我的荣耀 都在乎神 我的力量磐石 我的避难所 都在乎神 这个诗呢 是大卫所写的 大卫呢 在王宫当中呢 呃 做 并不是说在书室的 这个皇宫当中所写的 第三节 我们可以看到说呢 呃 你们大家攻击一人 把他毁坏 如同毁坏 轻 歪斜的 墙 你看说 周围的人呢 在攻击这些 攻击他自己 在这种困境当中呢 大卫却可以去赞美神 第一节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我的救恩 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狠动摇 也就是说 即使再困难 再危急的状况 我的灵魂呢 也不动摇 去等待神 大卫呢 有这样的告白 救恩呢 因为他知道 救恩呢 是来自于神 只有耶稣是我们的磐石 高台 我必不狠动摇 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我的高台 第五节 我的心呢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 是从他而来 唯独 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我的高台 我必不动摇 救恩和盼望呢 是连接起来的 福音呢 神的这个福音 耶稣的死和复活呢 是连接起来的 我们看到 耶稣的死去以后呢 就能明白 耶稣是为我而死的 从而呢 得到心里的平安 当我们相信 耶稣的复活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产生盼望 因为我们也知道 即使我们死了 也会像耶稣一样复活 耶稣再临的时候呢 把我们死的躯体呢 也会让我们复活 而且会和神呢 生活在永远的天国 我们得到了这样的盼望 所以说呢 即使我的肉身 现在不健康 即使我的肉身 现在贫穷 也就是说 不能有华丽的生活 和平安 但是呢 在耶稣再临的时候呢 神会赐予我的荣耀 所以呢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盼望 我们看一下 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 这里呢 说明了我们 复活的荣耀有多大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四十节到第四十四节 四十节到第四十四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 有天上的形体 有 也有地上的形体 但天上的形体 荣光是一样 地上形体的荣光 又是一样 日有日的荣光 月有月的荣光 心有心的荣光 这是心和那心荣耀 也有分别 我们要明白呢 我们在得救以后 怎样活 在天上天国的荣耀呢 也是不一样的 虽然我们在困难当中 过信仰生活 但是呢 在神的面前 现身 过一个完全的信仰生活 彻底的依靠神 这些人的荣耀呢 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并不是小东西 并不说只去天国就可以了 第四十二节 死人的复活 也是一样 所重的 必朽坏的 复活是不朽坏的 第四十三节 所重的是羞辱的 复活的是荣耀的 所重的是软弱的 复活的是强壮的 所重的是血肉的身体 复活是灵性的身体 若有血系的身体 也必有灵性的身体 所以呢 这个软弱的躯体 像我一样呢 非常软弱 在困难当中 我们呢 不能观望我们的未来 即使是这样 但是呢 神赐于我们的这个 复活的荣耀 和天国的想望 这是非常大的 得救的人呢 他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望 我们要懂得这个 复活的这个想望 如果一个人 懂得复活的荣耀 他信仰的目标呢 是确实的 所以呢 他的人生呢 就会改变 生活的样子呢 也会改变 我们看一下 15 哥林多前书15章的 第58节 58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58节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动摇 常常竭力 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 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边 不是突然的 我们有复活的这种 盼望 如果有这样的盼望 我们就会拥有一个 不动摇的 和坚固的信仰 这里说呢 我们要 多做主公 因为在这世上 我们所做的一切呢 在神的面前 并不是突然的 我们同样也有 在天国这种 奖赏的盼望 神是盼望的神 奖望的神 我们的盼望呢 就是耶稣基督 再临的日子 耶稣呢 同样也是我们 安慰的磐石 神呢 把以色列人呢 从埃及地里呢 领出来 和他们在一起 引导他们 神是抱着以色列人呢 经历了这种旷野 神呢 是一切安慰的神 谁能真正的去安慰受伤的心呢 谁能理解这个约伯的这种困难 理解他的心呢 只有神 我们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没有经历 像约伯一样的困难 但是呢 我们也需要这种 每个人都处在一种困难当中 我的人生呢 可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有时候呢 身体呢 也会产生疾病 也有很多很多担心的事情 有时候呢 因为担心的事情呢 早上呢 无法睡觉 有时候会流眼泪 而禁失我的这种枕头 我们当中呢 也有这样有困难的人 谁能擦干我们的眼泪呢 谁能安慰我们受伤的心呢 希望我们不要看我们周围的人 即使我们旁边的妻子 或者是丈夫 他们不能给我真正的安慰 那谁能给我真正的这种安慰 只有神 只有神呢 才是所有安慰的这种磐石 同样呢 同样呢 神呢 跟随我 引导我 为什么神跟随我呢 是要给我供给 他跟随我 供给我们 是这样的一个磐石 出埃及记十七章的第六节呢 说呢 你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你要击打磐石 从磐石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也就是说 这个旷野呢 以色列人没有水 所以呢 都快要渴死了 这时候呢 神呢 告诉这个摩西 在河列的磐石那里 站在你面前 要用击打磐石 从磐石里 必有水流出来 使百姓可以喝 在出埃及记当时呢 以色列人击打磐石 从而喝了这个水 对于这个事情呢 保罗使徒呢 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呢 这样说 他们喝了同样 神圣的饮料 这是跟随他们的这个磐石 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 神呢 也就是跟随以色列人 成为他们的磐石 从那个磐石呢 他们喝了这个水 这个磐石是谁呢 就是耶稣基督 神呢 他跟随我们 同样 供给我们 在我平生呢 神呢 神呢 在引导我们 神呢 供给我们 不至于我人生呢 有缺乏的东西 同样呢 神是引导我们的神 诗篇三十一篇的第三节 神是我的磐石 和山城 因为你是我的磐石 我的山寨 所以求你 为你的名 缘故 引导我 指点我 也就是说 神引导我们 指点我们 同样呢 诗篇的一百四十四篇的 第一节呢 这样说 耶稣华 我的磐石 应当 称颂的 他教导我的手 征战 教导我的指头 打仗 神呢 引导我们 引领我们 我们不知道 明天呢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我们不知道 应该去什么 去哪里 做什么 停留在哪里 要离开这里 还是要住在这里 我们呢 都不知道 在旷野呢 以色列百姓呢 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不知道 要去哪里 是不是要居住在这里 还是要离开 他们都不知道 我们的人生 也是一样的 我们生活在 这种旷野当中 没有这个指示灯 也没有指示牌 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目的地是哪里 但是呢 神呢 用火柱 和云柱呢 引导以色列人 所以呢 以色列人呢 在引导我们 在我的人生当中呢 引导我们 这就是耶稣基督 主耶稣呢 主耶稣呢 在我的前边呢 引导我们 所以呢 我们要去相信这个事实 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切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重担呢 移给神 因为神 因为神引导我们 他是我人生的引导者 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切 我们就可以把担子呢 移给神 从而呢 听神的声音 追随神 过这样的生活 神呢 在引导我们 把我人生 所有那种重的 担心的 我的健康 我的家人 所有的一切呢 我们都要 移给神 从而呢 跟随神 同样呢 神是我们躲避的 这个磐石 神呢 是我们随时躲避的 这个磐石 什么是随时呢 也就是说 一直 这个意思 我们可以一直呢 就是在神的面前呢 躲避这种困难 十篇的 七十一篇的 第三节 那说 求你做我 常驻的磐石 你 已经 命定 要救我 因为你是我的磐石 我的山寨 十篇 九十四篇的 第二十二节 但耶和华 向来做我的高台 我的神 做我 投靠的磐石 也就是说 神呢 是我们 躲避的磐石 所以呢 我们可以随时 去神那里呢 躲避这种困难 因为神呢 一直呢 在保护我们 一直在听我们的祷告 成为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呢 我们要 去神那里呢 去躲避这种困难 所以呢 我们的祷告呢 是要经常 一直 就是每个瞬间呢 都要向神去祷告 这才是正确的 神呢 是我心里的磐石 十篇七十三篇的 二十六节 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 衰缠 但神 是我心里的力量 又是我的福分 直到永远 我们 要以永远的神为磐石 以耶和华为磐石的人 是有个永福的人 我们看一下 诗篇的第十八篇 诗篇第十八篇 第一节到第三节 诗篇的十八篇 一节到第三节 这个前面的这个 十八篇前面呢 小字呢 说耶和华的仆人 大卫的诗交于临场 当耶和华就他脱离 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 说 那个我不知道大家的圣经 有没有这个小字 也就说 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 就是脱离这个仇敌和扫罗之手 大卫呢 当时呢 处在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当中 但是呢 耶和华神呢 救了他 这时候呢 耶和华的大卫呢 去用这种诗呢 来赞美神 一节和三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是我的盾牌 是我拯救的脚 是我的高抬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救出来 也就说 大卫 当时的状况呢 就是第四节 曾经 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 匪类的急流 使我惊惧 阴间的绳索缠绕我 死亡 死亡的网络 临到我 即使是在这样时候 第六节 我在急难中 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神求呼 他从殿中 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 呼求 入了他的耳中 诗篇第十八篇呢 就是大卫呢 从扫罗的这种攻击当中呢 躲避后所作的诗 也就是在 困难当中 但是呢 他以耶和华为心理的磐石 所以呢 像第一节呢 可以这样告白 说我的力量 我爱你 以前我读这句话的话呢 说呢 我不知道大卫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所以我当时背诵了这第一节 耶和华 我的力量 我爱你 但是呢 当了解后变以后呢 我明白 当时大卫有这样的告白呢 是非常非常困难 我们想一下 这个当时扫罗呢 追随他 一直包围他 他没有去的地方 即使是在这种状况 即使是在这种状况当中呢 大卫呢 依靠耶和华 把他作为心理的磐石 这时候呢 神赐予他大胆的这种心 从而呢 可以赞美神 这时候呢 神呢 救了大卫 所以呢 以神为心理的磐石的人呢 神会帮助他 救他 有时候呢 我的心里转弱 会往后退 觉得所有的东西呢 都完了 有这样失望的时候 即使是这样 我们心里的磐石呢 要放在耶和华 耶稣基督那里 也就是说 把我们的心呢 放在磐石之上 从而从神那里呢 得到力量 从而呢 得到心的力量 耶和华是我的磐石 所以呢 即使在困难当中 神也会赐予我们力量 我们看一下诗篇的 第104篇 诗篇的104篇 诗篇的104篇 第15节 诗篇104篇的第15节 我给大家读一下 诱得酒能喜悦人心 能得油能润人面 能得良能养人心 也就是说 神呢 是我们心里的磐石 他可以悦人心 润人面和养人心 而且呢 神呢 他把教会呢 建立在磐石之上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的第16章 马太福音16章 16章的第18节 马太福音16章的第18节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 不能胜过他 这里呢 耶稣呢 看到这个彼得 这样说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这磐石上 很多人呢 误会了这句话 特别是天主教呢 以这样的话呢 说第一代教皇呢 就是彼得 但是并不是这样 当然呢 这个彼得的名字的意思呢 是磐石的意思 但是呢 真正的磐石呢 只有主耶稣 人怎么可能成为 这个教会的磐石呢 所以呢 当然这个磐石 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呢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 建造在磐石上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磐石呢 并不指的是彼得的 他本身 而是呢 因为他 彼得呢 在这个这里呢 向耶稣呢 做了这种信仰的告白 第十六节 十五节和十六节呢 我们看一下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现在呢 教会呢 还是建立在这个磐石之上的 磐石呢 就是耶稣基督 而且福音呢 就是磐石 这个磐石呢 是永远的磐石 神呢 是永远的神 永远的磐石 所以呢 把根扎在这个磐石上的人呢 他呢 非常坚固 他不会动摇 不会失足 也就说 可以见到救我们的神 救我们的耶稣 而且可以建立在喜乐当中 和安慰当中 以后呢 会进入永远的天国 因为耶稣是永远的磐石 所以呢 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磐石 然后呢 把根扎在这个磐石上 建立信仰的房子 我们看一下 以赛亚书26章 以赛亚书 以赛亚书26章的第四节 以赛亚书26章的第四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26章第四节 你们当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 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 你看这里说呢 你们依靠耶和华直到永远 依靠的程度是什么呢 直到永远 为什么呢 因为耶和华呢 是永远的磐石 永久的磐石 所以呢 我们要依靠这个永久的磐石 把房子 信仰的房子呢 造在这个磐石之上 我们再回到这个路加福音六章 路加福音六章本文 第46节 46节到第49节 第46节 第46节呢 一起读一下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守我的话行呢 第46节呢 神呢 对于行为呢 说的 然后呢 说 第48节呢 跟随神的话语行的人呢 是48节 他 向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的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第47节呢 说 凡到我这里来 听我的话 去行的 这样的人是怎么样呢 就是深深深深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的人 这样说的 我们一起听神的话语 有很多人呢 却不去行 这样的人呢 就是49节 唯有听见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也就是说 听了神的话语 但是呢 不去行的 就是一个人呢 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这世界呢 需要这种决断和结论 有很多这种信仰上的这种辩论 说这个对的 那个是对的 大家能互相争辩自己是对的 但是呢 他们争辩 但不去行 这世上的人呢 被这种不去行的这种传教呢 所疲惫 也就是说 说的呢 非常好 但是呢 在耶稣面前不去行 没有行会行动的这种教训 我们拿什么 来判定自己是真正的基督徒呢 也就是说 咱们才能做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呢 就是用自己的行为去做见证 所以说呢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耶稣呢 这样跟我们说 用果实呢 可以看到他们 真正的他们 如果一个人得救了 他作为一个得救的人呢 要听神的话语去行 这样的话呢 就会结果实 耶稣呢 告诉我们 他让我们去行什么呢 我们想一下几点 第一个呢 首先呢 是要得救 这是最重要的 根基 因为不得救的话呢 信仰呢 就不能开始 所以呢 首先要得救 第二个是什么呢 你们要去传播神的话语 得时不得时 要去传播神的话语 也就是说 对于传道的话 所以我们要去行 然后第三个 就像我爱你们一样 你们也要互相相爱 也就是说 在教会当中 要用爱呢 去祷告 去关怀 和弟兄姊妹相交 这是必要的 神呢 在命令我们 第四个 我们要去行的 就是顺从神的话语 也就是说 神所说的话呢 去顺从他 然后呢 也就是说 你要忠诚告死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 神需要我们的忠诚 死就死吧 也就是说 我们的信网呢 有一个冒死的这样的心 就像以色帖一样 或者是像丹伊利一样 即使是这样 我们也不会像 在神的面 这个王的神 像面前下跪 丹伊利的 这个朋友的这种告白 第六 就说 我是圣洁的 你们也要圣洁 也就是说 我们的人 人生呢 在神的面前呢 变得更加圣洁 这也是必要的 第七个 我们要去行的 就是说 神呢 战胜了这个世界 所以呢 神让我们去大胆的去 战胜这个世界 因为神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过一个胜利的人生 神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可以去战胜这个世界 我们呢 我们呢 要在神的面前 去行这样的事情 行神话语的 这样的人呢 就像这里所说的 深深的挖地 把根基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的人 所以呢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动摇 也就是说 信仰的房子坚固 即使是面对困难 也不会倒塌 我们一起来祷告 感谢我父神 感谢神给我们救恩 而且把我们放置在 神的教会当中 感谢神给我们救恩 而且没有撇下我们 而是和我们在一起 引导我们 神在所有的时间 和我们在一起 供给我们 跟随我们 引导我们 感谢神 神是我们永远 救恩的磐石 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得到 安稳和平安 仰望神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当中 就会显现神的能力 希望我们每个人 就像神的话语一样 去行神的话语 从而把根 扎在耶稣基督的这种磐石 这样的一个基督徒 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 信仰的房子坚固 在困难面前 不会动摇 而且 不光是自己坚固 也可以帮助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 而且失散的灵魂 也可以帮助他们 引导到神的面前 希望神帮助我们 引导我们 希望把我们信仰的基础 放在神的磐石上 从而让神的恩惠和帮助 尝随我们每个爱神的弟兄姊妹身上 把所有的一切 寄托在大能的神 以主耶稣名义 祷告 阿们